在美国当地时间的7号下午 纽约商交易所黄金期货 收于每盎司1519.6美元 比前一将日上涨了35.4美元 金价持续走高 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是多次上调 不过这却并没有影响到 消费者购买黄金饰品的热情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 去深圳的黄金卖场看一下 记者走访深圳多家黄金饰品店发现 虽然由于金价持续走高 深圳多家金店的黄金饰品价格 也紧急上调 相比7月初的时候 每克涨幅达到30元左右 但这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我是一般买饰品 可以佩戴各方面都好 黄金可以保值增值 期期前期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30%多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黄金加工厂近期加班加点 日夜赶工 仍然无法满足订单生产需求 有些黄金加工厂在接完订单之后 需要一个星期甚至10天之后 才能开始安排坐货 现在我们的订单 比往年同期相比方的话 应该要上涨了50%到80%左右